第十三季 打草惊蛇 说的是孟明氏兵败小山的故事 打草惊蛇就是打的是草可惊动了藏在草丛里的蛇 意思是说 当战斗已经拉开序幕 可敌人的兵力还没有暴露的时候 肯定藏着军事机密 这时候应该普遍的搜索 千万不能随便前进 公元前六百二十八年冬季里的一天 风呜呜的刮着 雪纷纷的飘着 秦国都城咸阳的大街小巷 王宫内外 都铺上了一层冰冷的雪花 天气可真冷啊 可秦木工的心里 却像燃烧着一团烈火 两只手攥得骨筋嘎啪啪啪直响 忽然 他们全都用力一挥 坚定的说了声 对 拿郑国开刀 原来啊 当时正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 诸侯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 都在争夺霸主的地位 齐国的齐桓公 宋国的宋香公和晋文公 都当过霸主了 齐木工一直在做着当霸主的美梦 可秦国的地盘在西北部 要想做霸主 就得打到中原去 那么 先打谁呢 昨天秦木工接到报告说 郑国的郑伯和晋国的晋文公都死了 晋国不好惹 可郑国好对付呀 打败郑国 秦国才能逐渐在中原站住脚 才有希望登上霸主的宝座 秦木工越想越兴奋 赶紧叫来大臣们商量 大臣们都同意 哎 只有简叔和白里希坚决反对 他们说呀 郑国离咱们秦国有一千多里地呀 调动军队去偷袭这么远的国家 能不惊动人家吗 郑国有了准备 我们赶得精疲力尽 怎么能取胜呢 再说了 即使我们打了胜仗 又怎么能够抽出足够的人马占领郑国的土地呢 这个仗不能打呀 可是秦木工逐一一定了 不顾他俩的反对 命令孟明氏为大将 西启树和白以炳为副将 率领三百辆战车偷偷的向郑国进发了 孟明氏率领秦军 从公元前六百二十八年十二月动身 偷偷的越过晋国地界 到了公元前六百二十七年二月才来到了华国 就是河南省衍石县南边 他们正要继续往前走呢 迎面突然来了一个叫贤高的郑国使者 还赶着一群牛 贤高推孟明氏说 我们代王 听说三位将军要到郑国来 就赶快派我带着这十三头肥牛送给将军 这一点小意思算不上什么犒劳 只不过给将士们吃一顿罢了 孟明氏听了眼珠一转 嗯 哎 我们并不是到郑国去的呀 你们何必这么费心呢 你回去吧 贤高走了以后 孟明氏对西起树和白衣柄说 看样子 郑国已经有了准备 这个仗不好打了 我们不如趁着华国没有防备 把他消灭了吧 这样我们多带些财物回去 也好像代王有了交代呀 西起树和白衣柄同意了 其实啊 孟明氏上了贤高的当 贤高根本不是郑国的使者 只是一个牛贩子 他赶着牛到洛阳去做买卖 正好碰上了秦军 贤高看出了秦军的打算 就冒充郑国使者 欺骗了孟明氏 救了郑国 再说 孟明氏率领秦军去攻打华国 很容易就消灭了华国 他们把抢来的财物 装了足足有几百大车 就回秦国去了 公元前627年4月 孟明氏率领秦军走到了小山附近 西启树和白衣炳担心 晋国在这儿有伏兵 孟明氏说 那咱们就多留点神吧 小山啊 是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 这儿有两座大山 东边的叫东小山 西边的叫西小山 从东小山到西小山 中间只有一条 蜿蜒齐驱的山路可以通行 山路两旁啊 不是悬崖峭壁 就是深沟绝建 人和战马凑凑呵呵能过去 战车就没办法行走了 孟明氏只好命士兵们 一点一点推着战车 往前挪动着脚步 走着走着 忽然前面的士兵停住了 孟明氏挤到前面一看 呼 山路上横七竖八的堆了不少大木头 当中啊 立着一连大旗 上面写着好大的一个镜子 孟明氏往周围看了看 一个人影都没有 嗯 这是晋国人耍的花招 哼 不管他什么花招鬼招的 反正啊 咱们到了这种地步 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 来啊 把大木头搬开 旗子放倒 继续前进 谁知道啊 那面大旗刚一倒 整个山谷里立刻响起了一阵 咚咚咚咚咚的战鼓声 镇的两边的高山啊 简直快塌了 镇的秦军士兵一个个胆战心惊 随着鼓声 山上出现了一队人马 领头的是晋国大将胡瑟姑 喂 孟将军 赶快投降吧 孟明氏已经气坏了 指挥的士兵们就要往山上冲杀 可是两边的山上啊 顿时出现了无数进军的战旗 胡瑟姑把手一挥 几千个进军士兵叫着喊着挥刀五枪 从山上冲了下来 这么一来呀 秦军士兵更加慌张了 东奔西窜想逃跑 可就是没有一条出路 孟明氏只好让士兵们往没有进军人马的山上爬 没想到啊 他们爬着爬着又听见一阵战鼓声 一个叫先且鞠的进军大将领着另一支进军露了面 先且鞠大喊一声 忙明氏 还不快快投降 秦军士兵们一听啊 吓得不知道怎么办啊 还有几个士兵腿一软 从山上滚了下来 扑通扑通掉进了山溅的流水里 这时候 秦军已经被进军团团包围了 简直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啊 只好又退到木头堆那儿 谁知道啊 木头堆里早就让进军藏了许多萤火的东西 进军士兵放了一阵带火的箭 乱木头 全都燃烧起来 这一下 秦军可惨啊 有的被烧死了 有的被杀死了 只好放下武器投降了 孟明氏 西起树和白衣柄 也被进军活捉了 等到孟明氏被装进囚车 还不明白进军怎么会知道他们来打郑国 半路上做了埋伏 其实啊 事情很简单 正像简叔和白衣柄说的那样 从秦国去那么远的地方偷袭郑国 能不让人家知道吗 进国接到秦军的各种情报以后 就在小山布置下了天罗地网 把秦军杀得落花流水 秦军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伤心而又后悔的说 哎 都怪我 没有听从简叔和白衣柄的劝告啊 第十四季 戒尸还魂 说的是刘备借机取义舟的故事 戒尸还魂 有人迷信认为 人死了以后啊 他的灵魂可以附着别人的尸体而复活 意思是说呀 利用出兵援助别人的机会 乘机控制或者占领人家的地盘 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 公元208年 刘备联合东吴的孙权 在赤壁打败了曹操的83万大军 这才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可当时的荆州连年打仗 土地长出什么庄家来 刘备决定向益州进军 益州在今天四川省一带 四川省的气候温和 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是我国最附属的省份之一 自古以来就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那时候 益州被刘章统治的 都城是成都 刘备想要占领益州 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 这四面都是高山 又有长江作为天险 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啊 刘备正在谈算 如何进攻益州的时候 外边的形势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呀 公元211年 曹操放出风说 要进攻四川省汉中的张鲁 这个消息 可把益州的刘章吓坏了 哎呀 汉中离我益州这么近 他要是被曹操打下来 我益州哪儿保得住啊 他赶紧请张松和法正一些谋事 商量怎么办 张松和法正看到刘章 莫若无能 觉得在他手下干事啊 不会有什么出息 早就想投奔刘备了 张松一看这个机会 就对刘章说 哎呀 等着让曹操消灭张鲁 不如请刘备来消灭他 这样不仅可以让刘备抵抗曹操 还可以送个人情给刘备 你看行吗 刘章一听 觉得张松的话很有道理 就派法正到荆州来迎接刘备 这对刘备来说 真是磕睡给了个枕头 他立刻让诸葛亮和关羽留守荆州 自己和庞统率领大军浩浩荡荡的来到了益州 刘章听说刘备来了 亲自从成都到府城来迎接 刘章给刘备送来了很多的东西 还给了他一支军队 这个时候 孙权也早就想吞掉益州 一看刘备进了益州 就派人告诉刘备说 曹操要报赤壁大战的仇 又要打过来 他让刘备赶快回荆州准备抵抗 看到这种情况 庞统对刘备说 主公 孙权为的是让您撤离益州 他找机会吃掉益州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把益州拿下来不可 那应该怎么动手呢 我有三个办法 第一 刘章现在还没做什么准备 咱们立刻组织精锐部队 选择容易走的道路 突然袭击成都 准能成功 第二 防守白水关的杨怀和高配 早就怕您到益州来 听说他们劝过刘章叫您回荆州 咱们就假装说荆州有急事要回去 他们准回来送刑 咱们就趁着这个机会杀了他们 占领白水关 第三 咱们把人马撤退到白地城 跟荆州连接起来 以后再慢慢的想办法 刘备想了想 第一个办法太着急 第三个办法太慢 还是用第二个办法吧 于是刘备给刘章写了一封信 说他要回荆州 请刘章能够借他一万精兵和粮草 刘章看到这封信满肚子不高兴 可又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刘备的要求 谁知道啊 就在这个时候 张松背地里帮助刘备的事被刘章发现了 刘章杀了张松 还命令各个关口不让放走刘备 现在刘备可是什么也顾不上了 赶紧派人把杨怀高佩找来 二话不说当场给杀了 接着刘备马上进兵 占领了白水关 一口气夺了好几个城 还把洛城团团给围住 洛城是一州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 离成都不算远 所以啊 刘章在这儿派了很多的兵 刘备打洛城打了好长时间 也没成功 只好写信给诸葛亮 让他再派些人马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庞统亲自带兵去攻城 被城上射下来的箭射死了 庞统和诸葛亮一样 是刘备非常重要的军师 刘备没了庞统 哭得死去活来啊 他咬着牙狠狠的说 不把洛城攻下来 绝不罢休 我一定要给庞先生报仇 刘备吓得狠心 全军将士也真的拼了性命 没白天没黑夜的 连着攻了好几天 终于把洛城攻下来了 然后刘备一不做二不休 马上进军成都 把成都包围了起来 这时候 诸葛亮和赵瑜也赶到了成都 刘备一看高兴极了 攻打成都的尽头更高了 这么一来 刘张在成都的城里边 可就有点坐不住了 他心里边想 哎呀 要是凭着城里边的兵马和粮草 还能够坚持一些日子 可是我对老百姓又没有什么恩德 何必让大伙再流血呢 刘备为人忠厚 又是我的本家 哎 算了 趁早把益州让给他吧 就这样 刘备进了成都 占领了整个益州 从那以后啊 刘备就开始了创国建业的历程 第十五季 调虎离山 说的是耿眼设计败肺益的故事 调虎离山 就是想办法让老虎离开山头 意思是说呀 要想办法引诱敌人离开原来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打击敌人 我国的古代兵书 是一座伟大的宝库 仅保留到现在的兵书 就有四五百种之多 当中有一部叫做百战奇法 它里边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公元29年10月 初冬的冷风在呼呼地挂着 奔腾的黄河 不时地发出一阵阵惊涛拍干的轰鸣 有一个叫立夏的地方 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济南市 也叫立城 在城墙上 身穿铠甲的士兵们 脸色慌张的 朝着黄河北岸张望 一个大将更是显得焦躁不安 他们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又好像担心着什么的到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人呢 叫费义 是张布手下的一位大将 原来汉光五弟刘秀建立了东汉王朝以后 中国大地上还存在着许多歌剧势力 山东的张布就是当中的一个 刘秀为了统一全国 曾经派使者去封张布为东来太守 谁知道啊 张布不但没有接受刘秀的分封 反倒杀了使者 封自己当了棋王 于是刘秀就派耿眼 率领数十万汉军去消灭张布 张布赶紧命令费义亲自把守立下城 又在铸阿 泰山和中城一些地方列阵步兵 向挡住汉军 但是 费义知道 耿眼这个人 可不是好惹的 他是刘秀手下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 为刘秀立下过很多战功 被刘秀封为剑威大将军 费义心想 现在 眼看着刘秀的东汉政权 越来越强大 张布能挡得住汉军的进攻吗 再说了 自己这点本事 能斗得过耿眼这位剑威大将吗 费义越想心里越想十五个吊筒打水 七上八下的 要不是黄河卷起的浪涛声啊 周围的士兵们准保能够听见他那心脏 砰砰的乱跳声 果然 没过多久 一个士兵慌慌张张的跑到费义的面前 报告费乡军 汉军已经渡过黄河 占领了主啊 忠诚守军已经丢下城池逃跑了 费义一听 身子一晃 差点没摔倒 过了好半天他才说 快 快去传我的命令 让我的兄弟费赶 带领一部分人马 立刻赶到距离 命令全军将士 死守立下城 没有我的话 谁也不许出城跟汉军交战 距离离立下并不太远 费赶带领人马很快就赶到了那 这个时候 耿眼正在准备攻打立下城 听到这种情况以后 他一边命令汉军加紧准备攻打城池用的各种工具 一边放出风声说 三天以后就去攻打距离城 耿眼手下的一些部将 不明白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啊 就问他 哎 耿将军 您为什么不先去攻打立下 而先去攻打距离啊 耿眼看了看大家 是啊 费易是张布手下实力最强的一支队伍 只有消灭了费易攻下立下城才能够消灭张布 可是现在费易 缩在立下城里不出来 咱们硬攻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咱们扬言去攻打距离 为的是把费易调出立下城 咱们在野外去消灭它 不就容易了吗 部将们想了想 都觉得耿眼的话很有道理 就分头准备去了 汉军要攻打距离的消息传到立下 费易有点慌乱了 哎呀 费赶只带了一部分人马在防守距离 能抵挡着住汉军吗 距离一丢 立下可就保不住了 不行 应该赶紧援救距离 第二天啊 费易真的亲自带领三万精兵 出了立下城 向距离开去了 这下可把耿眼高兴坏了 一边派出一支人马赶到距离 阻击费赶 一边亲自率领大队人马 急行军赶到通往距离的旷野大道旁边 占领制高点 埋伏了下来 功夫不大 费易带领队伍急急忙忙的出现了 他还在不停的催促着士兵们呢 快走快走 耿眼看看费易的队伍越来越近 刷的拔出宝剑 大喊一声 弟兄们 啥呀 他就一吹战马 第一个冲下来至高点 汉军士兵们呐喊着 随后朝着费易就冲着过去 费易 这才知道中了耿眼的计策 吊转码头想逃跑 可是早就晚了 四年八方啊 都是杀气腾腾的汉军 前后左右都是寒光闪闪的刀枪 他手下的士兵 早就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 真是想跑 迈不开脚步 想打 举不起兵器 结果呀 死的死 伤的伤 很快就崩溃了 费易心一横 只好以死相听 可是汉军士兵太多了 不一会儿 在一阵刀枪与肉体的撞击声中 费易的脑袋就跟身体搬家了 汉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接着耿眼马不停骑 率领汉军直扑距离 在距离城下 耿眼让汉军士兵捧出费易的脑袋 费赶一看 差点没把魂吓飞了 带着手下人马打开城门就逃跑了 就这样 耿眼没用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距离 又迅速的攻占了立下 为以后夺取平定章部割据势力的全面胜意 奠定了基础 第十六集 欲擒孤纵 说的是诸葛亮七秦梦获的故事 欲擒孤纵 也可以说成是欲擒孤纵 就是想要捉住对方 故意的暂时放开他 意思是说 为了进一步的控制对方 先故意放松一步 四川省成都市的南边 有一片充裕茂盛的百树林 树林里有一座纪念诸葛亮的 慈庙 这就是池名中外的名胜古迹 武侯慈 诸葛亮是咱们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 一位很有学问 很有智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他为刘备建立蜀国 争夺天下 用尽了心血 同时也为人们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七秦闷祸 就是当中的一个 公元223年4月 刘备死了以后 诸葛亮又接着帮助他的儿子刘缠 夺取天下 当时啊 云南省和贵州省的 仪族首领和汉族地主豪强 经常闹 这两个省啊 好像是四川省的后院 不解决这些麻烦事 诸葛亮怎么能够安心的去为刘缠 争夺天下呢 于是啊 公元223年6月 诸葛亮亲自率领蜀军 浩浩荡荡的从蜀国都城成都出发 前去征战 人们管这次征战 叫做南征 诸葛亮进行南征 没费什么事 就把那些闹事的汉族地主豪强收拾了 然后就去征服遗族 遗族的首领叫孟霍 长得呀 虎背熊腰 身强力壮 他的性格啊 特别倔强 大起仗来特别勇敢 孟霍手下的遗族 士兵也个个都是能打仗 能登高的好手 遗族人住的地方是山区 到处都是又高又陡的大山 到处都是一眼看不到头的森林 毒蛇遍地 猛兽成群 那儿还有一条卤水河 到了夏天啊 就散发出来一种叫脏气的毒气 人一闻上啊 就会又吐又晕 弄不好啊 还会死掉 诸葛亮 要想征服遗族 简直太难了 蜀军刚来到遗族住的地方 孟霍就带着遗族士兵来挑战 诸葛亮 诸葛亮想 征服遗族和孟霍 只能让他心服口服才行 要不除掉一个孟霍 整个遗族还会闹事啊 所以啊 他就命令蜀军 只许活捉孟霍 不能伤害 然后诸葛亮 让蜀军摆好认识 又对几个大将交代了一番 他呢就坐着小轮车 手摇鹅毛扇 来到了镇前 这个时候啊 孟霍骑着战马 正在指手画脚的 对遗族士兵说话呢 人们都说 诸葛亮用兵摆阵特别厉害 我看他摆的这个阵 一点都不高明 来呀 跟我冲 活捉诸葛亮 诸葛亮一看 孟霍冲过来了 指挥着蜀军打了一会儿 就把鹅毛扇往后一摆 蜀军立刻往后撤去了 孟霍可得意了 快追 快追 追着追着呀 诸葛亮和蜀军拐进一个山谷 不见了 孟霍感觉非常奇怪 诶 诸葛亮到哪儿去了 忽然 山谷周围呼啦一下 出现了无数的蜀军 把孟霍团团包围了 孟霍这才知道中了诸葛亮的埋伏 赶忙跳下战马 一头钻到草丛里边去 可是蜀军早就盯着他呢 几个士兵七手八脚的 把他拽出来 用绳子切他去 五花大蟒的把他给捆了 这个时候 诸葛亮坐着小人车过来了 孟霍心里说 没活捉诸葛亮 反正被他活捉了 这一回肯定是没命了 没想到啊 诸葛亮走下车子 亲自给他松了绳子 诸葛亮指着蜀军 笑眯眯的对孟霍说 孟将军 你看我们蜀军训练的怎么样啊 孟霍看到诸葛亮不杀他 心里有了底了 不服气的昂着头 这样的军队有什么了不起 我假如了解你们的情况 绝不会打败 哼 要是再打一回 我准能打胜 好 你回去准备准备 再来交战 可你再打败了 让我捉住 怎么办呢 那我就心甘情愿的投降 好 你回去吧 说着 诸葛亮真的放了孟霍 还把俘虏来的遗族士兵 全都放走了 过了几天 孟霍 做好了各种准备 又来跟诸葛亮交战 结果呀 他又被诸葛亮活捉了 孟霍低着头 一言不发 诸葛亮知道 他还是不服气 就又把他放了 就这样啊 孟霍跟诸葛亮交战一次 让诸葛亮活捉一次 到了第七次 诸葛亮什么话都不说了 只是把鹅猫膳一摆 让他走 这回 孟霍可不愿意走了 他拉着诸葛亮的手 流着眼泪说 诸葛亮 我说什么也不回去了 您对我 人质易尽 让我从心底里佩服 从今往后 我发誓 再也不做 对不住蜀国的事情了 诸葛亮心里边暗暗高兴 孟霍终于被征服了 他安慰孟霍说 往后 只要你和遗族不再闹事就行了 不过 你还是回去吧 你和各部落的首领 照旧管理你们原来的地方 回去吧 回去吧 孟霍这才依依不舍的告别了诸葛亮 一步一挥头的走了 从那以后啊 孟霍和遗族果然没在闹事 诸葛亮也就安心的帮助流禅 争夺天下去了 一直到他病死 后来 流禅封诸葛亮为中武侯 诸葛亮的品格和智慧 一直被人们传送上 人们还盖了武侯祠来纪念他 赞颂他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第十七计 抛砖引玉 说的是春秋时除角之战的故事 抛砖引玉 就是抛出砖头 引来玉石 意思是说钓鱼要有诱饵 先让敌人尝些甜头 引诱他们上当 最后让他们吃上大苦头 公元前七百年的一天 角国就是现在湖北省云阳县西北的地方 角国都城城外的山上 传来一阵阵 咔嚓咔嚓 砍伐树木的声音 守卫在城墙上的角国士兵 伸长脖子仔细一看 三十多个储君的侨夫 正在山上砍柴呢 周围没有一个储君的士兵 一个角国将领对手下士兵说 快 快去把这个情况报给代表 角国国王正在王宫里边闭目养神 听到这个情况 立刻睁大眼睛 兴奋的问那个士兵 你们看清楚了吗 报告代表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真的没有一个储君士兵 只有三十多个侨夫 嗯 好 你们马上悄悄的从北门出城 把那些侨夫抓来 遵命 一群剿军士兵来到山上 没费什么事 就把三十多个储君的侨夫 活捉了 角国国王得意的笑了 这时候 站在储君军营里的储武王 比角国国王笑的还要得意 哈哈哈哈 行了 看来 曲霞的这条妙计就要成功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当时 储国和角国 正在进行着 除角之战 储君对角国的攻势 非常猛烈 可角国拼命防守 打了好长时间 储君也没能攻破 角国都城 两军就在角国都城的南门 相置起来 储武王十分着急 他手下 有个叫曲霞的人说 代王 我琢磨了一条妙计 不知能不能取胜 哦 曲先生 请讲 代王 明天侨夫到山上去砍柴 请您不要派士兵保护就行了 那时候啊 军队行军打仗 有专门砍柴做饭的人 这种人叫乔夫 每当乔夫去砍柴 都有士兵保护 楚武王奇怪的问 嗯 乔夫没有士兵保护 不是等着让角国人去抓吗 这怎么能行呢 对呀 这么一来 咱们就容易打败角国了 您想啊 角国虽然是个小国 可特别清造 清造就不会有什么谋略 角国看到咱们的侨夫 没有士兵保护 就会出城把侨夫抓住 咱们第二天 再派更多的侨夫去砍柴 教国就派更多的士兵去抓侨夫 咱们这一回表面上还是没有士兵保护侨夫 可实际上 屈侠不再往下说了 楚武王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好 就这么办了 果然 教国第一次尝到甜头 活捉了三十多个储君的侨夫 第二天一看 储君派出了更多的侨夫上山砍柴 还是没有士兵保护 角国国王立刻命令更多的士兵上了山 教国士兵悄悄地到了山上 朝着储君的侨夫就猛扑了上去 没想到 他们刚刚靠近储君的侨夫 突然周围响起了一片惊天动地的喊沙声 随着喊沙声 山上出现了大批的储君士兵 手里边的刀枪在阳光下发出一阵阵耀眼的寒光 那些侨夫们也抡开手里边的大斧子 朝着角国士兵砍杀上来 角国士兵这才知道中了埋伏 沙腿就连滚带爬地往回跑 你及我我撞你乱作一团 结果还是有不少角国士兵死在了储君的刀枪斧子之下 那些没死没伤的角国士兵 慌慌张张好不容易才跑到山下 眼看就要跑到都城的北门了 谁知道从都城北门周围又冲杀出来大批的储君 角国士兵一看 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干脆举手投降吧 角国国王听到这个消息 跑到城墙上一看 直到大势已去 只好打开城门向楚武王投降了 第十八季 秦贼秦王 说的是张寻战败银子旗的故事 秦贼秦王就是捉拿贼人先要捉拿贼人的首领 意思是说做事要抓住关键 作战的时候摧毁敌人的主力 抓住他的主要人物就可以瓦解敌人的整体力量 这个故事说的还是唐朝将领张寻 跟安史之乱的叛军做斗争的事 公元753年 张寻在雍秋城打败了叛军大将令狐朝 到了公元757年 虽扬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 虽扬太守徐远派人给张寻送来一封信 说一个叫银子旗的叛军大将要来进攻随扬 请张寻赶快来帮助他保卫随扬城 张寻赶到随扬一看 把他的人马和徐远的人马全都加起来 总共才有六千多人 可银子旗的叛军呢 足足有十三万 张寻的心里不由的暗暗叫苦 这比保卫随扬城还要难呢 那也不能被叛军吓倒啊 他指挥着士兵们英勇奋战 跟银子旗打了十六天 消灭了叛军两万多人 银子旗只好退兵了 过了两个月 银子旗不死心 又带着更多的叛军来到随扬城下 拼命往城上进攻 情况越来越紧急 怎么样才能打败叛军呢 张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一天夜里 张寻来到随扬城头 借着月光往城下一看 叛军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 已经累得呼呼入睡了 她立刻命令士兵们敲起了战骨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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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骨声震荡在茫棚 short 也惊醒了银子齐 银子齐急忙爬起来 跑出帐篷 对着叛军士兵们高声叫喊 别睡了别睡了 张群的人马要出城 准备战斗 叛军士兵们又累又困 谁不多想睡一会儿啊 可有什么法子呢 只好睡眼朦胧的爬起来 拿着武器 摆开了阵势 可是过了好长时间 随阳城的城门也没打开 一直等到天亮 也没看张群的一个士兵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银子齐叫来一个叛军士兵 你登上那个土山 往城里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个叛军士兵登上土山 仔细一看 嗨 随阳城里静悄悄的 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回来向银子齐一报告 银子齐顿时没了精神 叛军士兵们立刻倒在地上 呼呼的又睡着了 谁知道啊 正在这个时候 随阳城的城门突然打开了 张群和几个大将 各带着五十个骑兵 像箭一样射了出来 冲向了叛军 叛军没有任何防备 一下被张群他们杀死了五千多人 可是叛军的人马太多 怎么样才能打退他们呢 张群想 要是把银子齐干掉 叛军没有了头头 自然而然就会撤退了 不过银子齐是一个特别狡猾的家伙 平时出来打仗总是让几个将领陪伴着 而且呢 他们和银子齐穿的战袍都是一种颜色 骑的都是同样的战马 没办法分辨出来谁是银子齐呀 可是 足智多谋的张群 还是想出了一个办法 这一天 银子齐的叛军又来攻打 孙杨成 打着打着 张群叫一个士兵 把一只野蒿削成的剑射到了叛军当中 有个叛军士兵一看 城上射下来这种剑 以为张群他们的剑使完了 就连忙高兴了拿着这只野蒿剑去报告银子齐 银子齐一看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看起来张群真的没有剑了 咱们要是再猛攻一会儿 准保能够把孙杨成攻打下来 来呀给我 没想到 银子齐的话音还没落 突然从城上收的飞来一只剑 不偏不斜正好射中他的左眼 这只剑可不是用野蒿削成的假剑 而是一只实实在在的真剑 银子齐腾得大叫一声 啊 从战马上摔了下来 原来啊 那个叛军士兵拿着那只野蒿剑向银子齐报告的时候 张群早就让一个叫南纪云的大将举着弓箭准备好了 南纪云是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剑手 等看清了谁是银子齐还射不中他呀 结果呀 银子齐瞎了一只眼睛 银子齐手下的几个大将一看到这种情况 一个个吓得慌着手脚 叛军士兵们全都吓得没了活 一下子大乱起来 张群趁机大喊一声 打开城门 全面突击 率领的人马就冲出城门 跑着叛军就是一通的猛杀门砍 叛军们死的死 伤的伤 连滚带爬的逃跑了 银子齐在几个大将的拼命保护下才算逃了出去 就这样张群又打了一个大胜仗